我叫刘祥宇来自山东济南 我喜欢唱歌跳舞 在大学期间进行过拉丁以及模特的培训 并考取了拉丁教师资格证 之前在做服务员销售酸奶的时候 荣获了酸奶小公主的称号 让我具备了一定的销售能力 因此我寻求一份人事或者是销售的工作 谢谢大家 弗雷老师好 旁关系上是你的 是我的父母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两个人怎么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会儿有关系了 你看这会儿就有关系了 刚开始两个人好像分别是不同家庭的代表 来介绍一下自己 图雷老师非常喜欢你 我光看这个非女莫属就看了有差不多四年左右吧 我孩子上非女莫属 就连他选这个专业 都是我看了你的非女莫属以后 他选了这个人力资源管理这个专业 所以今天我的孩子也上这儿来找工作来 当着自己老公的面说喜欢别的男人不好 我老公不吃醋没关系 他喜欢吃酱油 来 旁边的大鸽子我介绍一下 他还捂着嘴笑 我的天哪 图老师 我非常喜欢你主持的节目 谢谢 您真喜欢吃酱油 不喜欢吃醋 开玩笑的 您说一下您女儿到这儿来应聘 您此时此刻的心情 首先说我非常激动 最起码她能站在补台上不 不 不处 对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建筑工人 大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就家庭父女 就是有时间的话吧 我就打打零工 那您家里除了这一个孩子之外 还有别的孩子吗 还有一个男孩今年13岁了也来了 不过今天他没来到现场 他在宾馆里边玩手机呢 在宾馆里玩手机都不来为姐姐助阵 看样子这儿子惯得不行啊 没有 我对儿子和女儿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吗 不是 当初要弟弟的时候你是反对的吗 我不反对 有个弟弟当时觉得有个听话的弟弟挺好 现在后悔吗 现在后悔 其实我觉得你爸妈应该挺 对你挺好 你看你是人力资源专业 但是你去学了舞蹈 我相信这学舞蹈也是父母支持的吧 对 父母一直 花钱了吗 总共花了两万多 两万多 学拉丁舞 对 这不是哪个家庭都会支持的吧 对 大哥大姐当年决定花两万多 让女儿去学这个跳舞 这个决定很难下吧 不难下 不难下 舍得 对 舍得 而且我还想让他学点别的 像什么骨针啊 什么的 我希望孩子能多学点东西 我们家不需要存多少钱 我想让两个孩子多学东西 你花两万多给他 你们吃饭度日不就要勒紧裤腰带子 那无所谓 我感觉孩子多学点东西以后 对他有好处 我问问你们 你们平时都买些什么菜吃啊 冬天就白菜便宜 天天吃白菜啊 差不多吧 炖点肉不 炖点肉 炖点肉 尤其是都在家的时候 就给他们吃点好的 我自己的时候吃的是最不好的时候 您这些年来买过新衣服吗 没 你那身上衣服穿了几年 谁想这件事 今年刚买的 今年刚买的 多少钱 九十九块钱 爹呢 爹买了新衣服吗 今天还没买 没买 对 您抽烟吗 不抽烟 您喝酒吗 不喝 说句实在话 觉得日子过得紧吗 是有点紧 但是还是舍得花钱给孩子身上 对 那所以你对女儿和儿子将来的盼望 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说吧 我希望孩子就是说 比我们的生活能 好一点 然后就是说 过得快乐一点 幸福一点就可以了 你觉得自己苦吗 虽然说我老公就是说话不多 但是他的人挺善良 我感觉还挺幸福的 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说 你取得多大的成就 而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 往往就是在几块钱的菜 还几毛钱的价 是吧 再添点小东西 这就是幸福 我是千千万万地 通过的家庭 只要孩子过得好就行 所以你看得出来 爸爸妈妈省吃俭用 其实这个女孩 还有点小小的任性 你看到吧 我不爱学习 我许是艺术 我又讨厌人士 我觉得真的不是小小的任性 我觉得这个孩子是 真的是不懂事 我看完了这个 说实话 我非常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我非常心疼 这个现场的这个 特级方式机 可能是我主观了 我不认为他喜欢的艺术 真正是艺术的丹筹 坦白讲 我父母没有那么大朋友 拿出两万块钱来 让我去学一个 所谓的艺术 而且这里面 最大的问题在于 你的家应该量力而行 当你有这个经济实力 那你就供他 没这个经济实力呢 我觉得 调调大陆通罗马 没关系 调大陆通罗马